在最近这几年美国大使馆都变成是一个国外许多恐怖组织的攻击目标 因为美国大使馆就属于美国的领土 但是在1979年的一次大使馆的攻击事件当中 人职被抓了之后用智用力把整个事前破解掉 怎么样的去破除这一次的人职事件 利哥我们都知道1979年发生的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职劫持事件 对不对大家记忆犹新搞了一年多 52名人资被关那么久 然后你就想想看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 可是它背后竟然有案外案 有案外案 案外案是最近才解密的 你说关了那么久400多天 对没错可是有6名使馆人员 他们在很混乱的时候 那个时候伊朗革命政权 和梅尼政权 和梅尼刚上来 对刚上来对不对 他就鼓动了500名伊朗学生 就去把这个大使馆给包围起来 当时因为他们还有外交关系 大使说不要 其实当时有陆战队员 但是并没有开枪 结果整个大使馆就被人家给端走 给占了 攻陷了 对攻陷了 被学生攻陷了 被学生攻陷了 这些都是激进学生 其中有6个人一看情况不对 他们当时离开了大使馆 逃出了大使馆 但是他们混进的 不是另一个大使馆 他们是混到加拿大大使的家里面 在伊朗的家里面 国务院中情局 连FBI 什么每个单位都在想说 这6个人怎么办 这6个人必死无疑 为什么因为你在管里面 你也许还可以得到 就是说在外交上 他们一直在谈判嘛 可是你这6个人的话 非死不可 因为你只要被伊朗人发现 你在外面的话 你就一定不能全身而退 OK好 这个时候中情局 CIA收到一个最新的指令 卡特政府说 好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把这6个人给救出来 敌后近空专家 东尼曼德兹 这个人是真的人喔 他就真的决定了 我跟你讲 什么事情 疯狂再也不会疯狂过 好莱坞 好莱坞的点子 通常都是最疯狂的 这个东尼曼德兹 他就想到了 我们来拍片 拍片怎么救人啊 来拍片 你说这太奇怪了 拍片跟救人是两回事 他说不是 因为那时候正流行ID4 这什么什么 星际终结者是吧 我们要拍一部 这个外星人太空船 掉在伊朗沙漠的那种 需要沙漠风情的片子 然后我们中情局的人员 就伪装成什么 拍片的人员 就潜入到伊朗 想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你知道 想把这6个人给救出来 你说有没有疯狂 疯狂 因为不是救一个 还是救6个 好 开始我跟你讲 你要假的事情 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对不对 东尼曼德兹本人也没有把握 但是他说 我们就演得跟真的一样 开始由美国的媒体 好莱坞的媒体说 哎呀 我们要拍这部片子 叫做什么 叫做Open your eyes 然后我们要争 演员要争巨物 要产物 我要服装 灯光 什么产物 通通要争 然后全世界媒体都看到说 美国要 美国好莱坞制片商 要到伊朗去拍一部世纪大片 好 OK 伊朗就觉得 真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两国交恶 但是 你们要把我们这个地方 当作拍片场景 还是很欢迎 要把它宣传了 对 等于是说是好事 OK 好 那 他们这些人 全部都传透 我跟你讲 这只有CIA知道 所有到伊朗去 当地拍片的几百人里面 知道人不会超过三个 也就是说 99%的工作人员 不知道我们来干嘛 真的以为我们来拍片 然后呢 到了当地 想办法把那六个人 从加拿大使馆里面 弄出来 加拿大使馆 大使的家里 把它弄出来 你知道 他们的身份 变成加拿大人 假护照 假身份 然后而且 最危险的地方 你就要进去 跑到德黑兰的市场里面 那些这六个使馆人员 也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道具 道具师 灯光师 摄影师 就跟真的拍戏一样 真的去拍戏 跟真的一样 然后 然后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 伊朗还在革命状态 只要被拦下来 查出你的身份的话 那就完蛋 一定是格杀物论 对 所以东尼曼德兹等于是说 在虎穴里面演了一出 令人匪夷所思 而且非常成功的戏 一直等到 他们把片子拍完了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在最后一关 遇到最艰难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我们把戏拍完 杀青了啊 我们要走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在出关的时候 这六个人 还是加拿大籍 对不对 但是当时革命卫队 就说伊朗的革命政府 那时候的 那个特工的组织 更绵密了 当时这六个人 在出关的时候 他们还 就说分散 可是当时 特工单位 就一直在看 这六个人 到底是不是 也就是说 他们差点上不了飞机 后来 歷尽千辛万苦 终于搭上了 瑞典航空的 班机的时候 还是 还是怕 武装 机长讲说 现在开始 各位 为各位提供清凉的饮料 这一场戏才 终于演完 终于达成了 而这件事情 后来你知道 后来他们还 中情局还架货给加拿大 说都是加拿大 加拿大搞的不是我们美国 中情局照理讲 成功了这一次这么大的任务 应该要吹嘘 对不对 不敢吹嘘 真的不敢吹嘘 因为那时候伊朗人质事件 还没有结束 后来444天以后 52名人质 都安全 释放之后 CIA 还是不敢吹嘘 那这件事情 这么高潮叠喜 这么戏剧化的 营救人质事件 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在1997年 柯林顿 把这个案子给解密了 柯林顿总统 把这个是 卡特政府实在的案子 给解密了 当时举世轰动的人质 夹持事件 其实还有案外案 有话 当时好像整件事情 还造成了 卡特总统的连任 还落选 因为伊朗人质事件 发生以后 和美尼政权向卡特 要求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把废除的国王 巴勒维遣返回国 第二个 你不能冻结 伊朗在美国的资产 那所有伊朗在美国的资产 你必须要还给我 他说第三个 你必须要为1953年 我们讲的所谓 莫沙德哈的政变 你美国必须道歉 那更重要的是说 何美尼他也告诉他 就是当我们伊朗 像你美国买了那么多武器 像包含那个时候的F-14 陆基型的都卖给他了 F-4幽灵式战斗机 那你晓不晓得美国那有多坏 就是说把里面的很多的灵界 通通冻结 所谓冻结的话 你重来你有飞机 你也不能飞 所以他说我开这四项条件 那你同意的话 我就把人质通通还给你 那卡特拒绝 卡特为什么拒绝 道理非常简单 如果他接受的话 他选举都不用选了 因为你向伊朗却也叩头 所以那卡特那个时候 就找了CIA的局长 说你给我拟定一个计划 派直升机仿造越南的模式 去把人质给我救出来 那CIA就跟美国参谋所长 连续会议的主席就在那边商量 结果商量 他们就派了一艘航空母舰 到伊朗的外海 由航空母舰上面的M53 就是轴马型直升机 那你带着特战人员 进入到伊朗 那这个时候 也有C13-H 也派了空降人员 进入了伊朗 结果 他们应该要请教戴力刚 为什么 如果说他们那个时候 把气象弄得很好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他们却忽略了伊朗的沙尘暴 伊朗的沙尘暴 刚刚好总马 总马直升机这样飞的时候 跟C13洞在空中撞在一起 因为C13洞要所谓的空降的话 它一定要低空不能高空 总马就跟他并行 总马从海上一个从那个路上 结果沙漠风暴一来的话 就把他撞了 撞了以后全机坠毁 全机坠毁 那被伊朗逮到了陆清的口石 所以他们把那些所有的战机 跟总马跟C13洞 各位看一下 他把C13洞 现在台湾也有 就是那个运输机跟直升机 两个通通都把它拿到德黑兰世界展示 然后把所有的尸体 就是游街示众 在德黑兰游街示众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美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为什么 由伊朗的外海 你要飞到德黑兰 德黑兰是个高原地形 那你这个高原地形的话 一定会碰到沙尘暴 还有碰到他防空网那种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美国做这个计划干什么 那个是自杀计划 耳后就是因为这件事 他的荒谬行动 虽然卡特他改组了CIA 削减了CIA的权力 但是他被美国的总统雷根 就是耳后跟他竞争的对手雷根 讲了一句话 你这是荒谬的行动 就是因为伊朗人质的救援失败 让卡特落选 那这个也给耳后的1991年 2003年 为什么各位去看 美军的直升机一定是有女人的玻璃丝袜 就是玻璃丝袜是放在那个 它的罩口的后面 就是排气口的后面 为什么 因为直升机一飞的话 它会吸路沙尘 吸路沙尘的话 它在空中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在1991年到2003年 所有的直升机部队 美军就通通送他们女人的玻璃丝袜 把它给装在那个排风口的后面 就避免沙尘的进入 这也就是说一场气候 却改变了一个总统的命运 美国在当时的军事行动是失败的 但是CIA的敌后近空专家 却将整个人质事件顺利的给瓦解了 但是讲到这大使馆的劫持事件 就想到另外一个有名的案例了 在秘鲁呢 日本的大使馆在当时的时候 也发生了劫持事件了 它虽然是用武力来解救 但是啊 纽约时报 给这一次的解救行动 下了一个注解 它叫做 近乎完美 没有缺憾 你就知道 他们是怎么样的 用很棒的方式 把这些人质给解救出来 话说1996年 当时12月17日 日本驻秘鲁大使馆 因为要庆祝天皇诞辰 很多人呢 高官 都是高官 还有呢 都是名流 在里头庆祝 久憨而而之时 结果呢 这群人 蒙面的人 秘鲁的游击队 叫Tupac Amaru 他们是反对政府的 就14个人 哇 跑进去 全核武装了 就把这些人给挟持了 你知道里头有多少人吗 472个人质 哇 这么多 全部都被他们掌握了 好啦 这个事情一传出来 哇 那可严重啦 为什么 因为不是只有日本的大使在里头 还有什么 韩国 古巴巴西 通通都在里头啊 秘鲁 藤森总统 头痛了 头痛了 怎么办呢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大家一开始先谈判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游击队要求说 我们 志同道合的游击队那些 当初被你们秘鲁抓起来的那些人 你要把他释放 可是藤森怎么可能跟你妥协嘛 是不是 好 怎么办呢 那只好 开始要开始 来想怎么解救 1月 1997年1月的时候 这些秘鲁的特工 就是军警人员啊 他们开始决定挖地道 挖地道 挖地道 挖五条 一条通往大使馆的大厅 一条通往大使馆的餐厅 三条通往大使馆的花园 一共挖五条 你要知道 挖地道不是只有在电影中才看得到 真实情况真的挖 而且为了要挖那个声音掩盖 不要让那些恐怖游击队听到 他们还在日本大使馆的周遭 放什么 军乐 这样子 来分散游击队那些恐怖分子的 注意力 对 以为是在放音乐 一挖 挖多久 挖了三个多月 挖到什么时候呢 1997年的4月 21号 这些特工开始行动 他们一开始先在地道里头stand by 然后等到他们的长官说 行动开始 全部就开始喔 其中有一条通道 通往我刚才讲的大踢马 就先从那边先放炸药 砰一炸 刚好一楼大踢 五个恐怖分子在那干嘛 踢足球 恐怖分子在踢足球 对啊 在那里踢踢踢 你要想看他们早就松懈了 踢足球根本不会带枪啦 是啊 你刚刚想想看 从1996年的12月一直到4月 是不是都已经快5个月了 对 他们都松懈了 是不是 虽然这过程当中 已经释放了300个人 可是还有72个人质在里头 好啦 只有5个游击队员 就被一砰一炸 5个死掉 然后另外一路 第二条地道 他们就直接从 他们已经挖到 大使馆里头了 就冲上去 然后啪啪啪啪啪 又杀了三个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 恐怖分子有14个吗 炸死5个 然后呢 杀了3个 是不是还有6个 对 这6个人呢 直接这些解救的人 是从大使馆的正门冲进去 正门冲进去 然后呢 看到你这些首领 还有6个 你们要做顽强的抵抗 我们这15分钟 就把这6个人给杀完了 你知道吗 他挖5条地道 花了3个月 3个多月 对 1月挖到4月 对 然后呢 解救这70个人职 却只花了38分钟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完美的去解救这些人职 我来讲一下结果 战情结果 战果如何 72个人被解救 但是有一个人还是不幸身亡 那这样怎么会算完美呢 我跟你讲 那个人的身亡是他因为害怕 他被榴弹波及害怕 就一时下心脏病发出 心脏病发了 对 然后特工事有死了两个 然后游击队14个全挂 全部被他们击毙了 好 那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解救任务当中 里面最为人觉得感到津津乐道就是 挖5条地道 挖得准就算了 他们还在地道里头设置了很多通信监听的设备 然后呢 在这3个月当中 慢慢的去掌握这些人在大使馆里头 这些恐怖分子大使馆的动向 然后能够在4月21号那天 成功的把他们统统给击毙 不简单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大使馆的人质的劫持事件当中 其实都是跟生死一瞬之间 寒冰好像整个在解救的过程当中 如果一不小心 人命马上就会出问题 是 刚刚中博讲了一个 比较完美的解救人质的案例 我们这个恐怕就不太完美 不完美的案例出来了 因为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02年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都很有印象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惨案 那个时候就在10月23号的晚上 俄罗斯的莫斯科的一个轴承场 叫文化工歌剧院 那时候正在上演一部歌剧叫 《东北风》 大家晚上9点的时候 正在看得很高兴的时候 突然之间冲进来一大堆 手持AK-47的这些歹徒 然后这些歹徒是车臣的分离分子 他们就是把整个剧院全部占领 然后要求说俄罗斯军队要立刻退出车臣 因为车臣希望独立 这个最可怕的在哪里 除了他们有武器全部挟持之外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里头有一堆妇女 全部都穿成这样黑袍 黑色长袍 然后腰上全部别的劣势腰带 什么叫劣势腰带 就是那里头都是炸弹 他随时要跟你同归于尽 这些人就是文明权世界的黑寡妇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人或是丈夫 已经在战场牺牲了 所以他们为了要报仇 所以每个人都有必死的决心 那个时候他们也警告俄罗斯人说 你们只要敢杀掉我一个人 我就杀十个人子 有种就来吧 俄罗斯军队 因为之前车臣分离主义分子 已经闹了好几次类似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一开始在谈判的同时 他们在同一天就开始在从地下挖地道 然后想办法把它挖到通风系统 接上去 他要干什么 因为他们要准备用催眠气体进去之后 把里头人全部迷倒 这样好进去解救人质 结果就这样一直挖挖挖 到了10月26号凌晨 他们终于通了 然后凌晨5点半开始 他们就开始注入催眠气体 然后因为那个场地非常大 他们也没有办法实际估算 说到底要注多少量 所以他们就灌了一个多钟头 灌了非常多的催眠气体进去 然后在6点多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最著名的特种部队 信号齐跟阿拉法两个部队 总共200名军人 就全部冲进去 打破玻璃冲进去 然后看到人就杀 他们非常可怕 因为那个时候你很难去分辨 到底谁是谁 还有醒的还是昏的搞不清楚了 里头虽然有一些人被迷倒 但是还是有一些武装分子没有被迷倒 所以他们那时候只要看到有人会动 我就直接杀 所以进去这一下就造成一个大惨案 因为有超过90名的人职 还有50名的歹徒全部被干掉 就死了100多人 他们这种格杀勿论的作风造成什么呢 就是特种部队没有一个人牺牲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完美 可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人职死了这么多 虽然你也把歹徒全部干掉了 可是你人职死那么多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后来调查发现他人职死还很多 不是因为被枪打死或是被歹徒杀死 反而是被你用麻醉气体迷死 这样真的很不完美 因为他那个麻醉气体用的量太大 所以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而且到最后俄罗斯政府也是草草了事 每一根死去人只赔10万卢布 10万卢布大概换算台币9万多块钱而已 然后活着的我赔你5万 那个真的是让人家感觉俄罗斯人命很不值钱 那虽然车城这些武装分子都被歼灭 可是说真的你有造成这样一个人职 等于被大屠杀一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解救人职案 是 抢救人职的这种案件当中 当然是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是最重要呢 是要预防这种案件的发生 想一想前些时候呢 美国在利比亚的大使馆 发生了暴行行为 但是呢在这样的暴力行为当中 大使也身亡了 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这么好的国家的一个大使馆 居然他的为安上面好像有问题 所以立刚你讲的完全正确 就是说这次就发生在今年的9.1.1 9月11号的时候 发生在利比亚 美国大使馆被报名给攻陷 为什么 就是因为前面那部 侮辱他们先知 穆罕默德那部影片 对不对 当时使馆被围的时候 美国是有陆战队员的 可是当时是由谁来负责外面的保安工作呢 一般而言 美国在海外的使馆 应该都是要有 当地国家的正规警察 对不对 好了 这一次国会听证会揭露了 美国驻利比亚使馆 既然雇用的是什么公司呢 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公司 叫做蓝山公司 其实各国使馆都知道 全球比较大的国家 他们都会雇请 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海外公司 叫做海外安保公司 这些保全人员都有受过特别训练 都会用枪 而且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 所以大部分都是雇用英国海外安保公司 可是这次却是用了一家 根本名不见经传的蓝山公司 而且蓝山公司竟然就在 这也是西方的公司 但是它竟然就在利比亚当地 就随便 就找利比亚当地人 你知道 就找利比亚当地人 巡逻不配枪 只用警棍 这个都不说了 有一个被雇请的保安人员说 我 我根本连枪都没拿过 还有另外一个说 我被雇拦 只是因为我会讲英文 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现在这件事情 在国会山庄的听证会之中 被拿起来讨论说 为什么 住在利比亚的大使馆的警惠 是这么的松散 史蒂文斯大使才会在 逃命的时候 车子开出来的时候 被RPG火箭弹 没有直接击中 但是那个浓烟 爆炸的浓烟 让它在车子里面 呛死 所以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让台湾 没有办法顾起很多保全 我们的代表处都是 冬班很大的国家 好 好